Hello,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看一个库切新盖城的一户建 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它的外面了 这个屋子呢,因为距离地铁站有一些距离 步行之库切窗布园站需要12分钟 加上面积比之前看的房子要小,所以价格也比较便宜 这个是门铃和邮箱 房屋的装修也略带一些欧式的感觉 大门是推拉的 这个一户建有三个卧室 售价为3480万日元 折合软煤币225万 土地面积52.28平米 建屋面积为80.72平米 当然了,我还要再多说一句 这个房子并不是豪宅啊 我们目前看的房子都是非常普通的东京人民的住宅条件 好,那下面呢,大家就和我去看看 普通的东京人民的住宅条件是怎么样的 一进门是一个相对宽的玄关 右边有一排柜子 底下有三排,可以放鞋子 上面的柜子也可以储物 左边的走廊走到底就是灌洗室和浴室了 前面的小空间是放洗衣机的地方 上面有个窗户 左边就是洗手台了 洗手台的柜子看起来非常的结实 水龙头可以抽出 清洗的范围增加不少 这个按钮控制下水 侧边是挂毛巾的圆环 镜子后面可以置物 这边的按钮是进前灯 旁边有插座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浴室和大部分的普通浴室类似 极多功能于一身 这个水龙头边上和底部还有隔板 可以放置洗衣用品 从灌洗室出来 我们去旁边的卧室看一下 这个房间可以作为客户 有两扇窗户 窗户看出去 隔壁有个幼儿园 旁边带一个小型的储物间 旁边的门打开 是卫生间 一户间的卫生间很多都是名位啊 旁边的小立柜 可以放置一些厕纸和卫生用品 楼梯侧边这里是开关 凹进去的部分可以放花瓶等装饰 也是比较实用的设计 楼梯的侧墙有烟雾报警器 我们再去二楼看一下 一上来的左边是个装饰架 可以放些小东西 这边的空间除了厨房 剩下的部分可以做客餐厅 左边的一块有两面窗户 窗户外面可以养花 另外一块空间的边上有个推拉门 出去看一下 是一个小阳台 这个就是小阳台可以看到的景色 边上的架子也可以晾衣服 阳台看完回来 前面是个半开放式的厨房 厨房非常的干净明亮 旁边的一块空间放置冰箱 这个按钮是换进通风口 不用开窗也可以让室内的空气流通 一体式的嘎丝炉和烤箱 柜子收纳很多 这个价位房子居然还带着洗碗机 很划算了 上面的洗手台还是一样 水管可以抽出 有进水原水的切换 这个房子还有地暖和可视电话 旁边的墙上有相关的控制装置 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了 看完了二楼 我们再去三楼看一下卧室 因为这个楼是新盖的 为了不影响邻居的采光权 会有一些斜角 所以卧室是带斜角面的 这个是小卧室 旁边是窗户 前边可以放床 另外一面有一个比较深的储物空间 底部的台面也比较高 再来看一下主卧 主卧是两面窗户 对面因为有斜角空间 因地质疑打造成了两排衣帽间 这样的话 男主人和女主人的衣服 就可以分开放置了 打开窗户 外面就是幼儿园 所以这个房子很适合 有小孩子的家庭一起生活 好了 今天的酷切一户建特辑3就看完了 这边的房子就东京来说 评价也很实用 欢迎继续关注我 感受美好的日系家居